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Yu 今天的影片主題跟標題一樣 就是GU的新品拍箱 那其實我已經準備這個計畫很久了 但是為什麼拖到今天才發影片呢? 就是因為GU每個禮拜都上新品嘛 然後我在換季的時候逛衣服就覺得很多件我都很喜歡 所以就一直累積到今天才把影片拍完 所以可以說這次的商品都是我精挑細選出來的 然後也都是非常好互相搭配的 GU跟UQ的系列我也打算當作我之後的常態主題 那也歡迎大家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件要介紹的上衣是 女裝削尖坦克背心390元 我穿的是S號白色 今年GU和UQ春夏新裝都主打很多這種小背心 我覺得背心就是台灣夏天的必需品 我又特別的愛這種削尖背心 穿起來比較有安全感之外 坦克造型也更有帥氣的感覺 這款也有推出很多顏色 而且價格也很便宜 完全可以多帶個一兩色 除了白色百搭款 我覺得這款的深灰色也很特別 然後淺米色的話就是氣質路線 再來還有一個檸檬綠色我覺得也超好看 很夏天很活潑的感覺 我看model搭黑色的西裝褲也很好看 版型方面這一款是做領口比較高的 長度是偏短板大概到肚臍的位置 然後挖肩程度還蠻多的 但是腋下這邊可以包覆的蠻好 所以穿起來還是很有安全感 尺寸我選的是S號 整體感覺會比較合身 因為我喜歡穿起來的包覆度好一點 但不介意的話也可以選大一個size 就不會那麼貼身的感覺 要注意的是這一件是沒有附bra的 所以裡面還是要自己再搭一件平口內衣 螺紋材質是不會到很薄 但白色還是稍稍會透 穿的時候也可以注意一下 再來褲子是女裝低腰寬褲 我穿的是S號淺米色 價格是790 我發現這一款的顏色選項和坦克背心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上下身顏色應該隨便答都會好看 今年Y2K大流行 日系服飾也是有很多這樣的元素 我已經好久不敢買非高腰的版型了 其實我本來也很擔心它會不會很挑身材 但我發現這件的低腰其實也沒有到很低 造型上看起來確實是低腰 褲擋長度比較短的感覺 但我穿的時候其實是可以拉到肚臍的位置 還是可以修飾到小腹 穿短板上衣的時候會隱約的露出腰部線條 跟我之前的幾款西裝褲的造型都不太一樣 我自己很喜歡覺得很俐落又隨行 卡其色也很適合夏天 我覺得搭水藍色的襯衫也會很適合 下一套外面想再搭一件外套 是女裝休閒開金外套 特價590元 這一件我買的時候款式尺寸都不齊了 所以喜歡的話建議直接到門市找找看 我買的是架上最後的深藍 尺寸也只剩下L號 我本來怕太大 但發現這件穿寬鬆也蠻好看的 夏天如果想要穿多層次 就可以用削肩背心來搭配 像這樣搭領口寬一點的外套 就可以露出一點肩膀 我也很喜歡拿來搭V0的開金外套 就有削肩背心的造型 也可以遮手臂 顏色選擇還有灰色跟白色 我覺得灰色款也蠻好看的 但灰色的扣子是配銀色 那這件深藍色就是配小金扣 很有質感 而且不覺得有一點像精品嗎? 很像Seline會有的元素 版型也像Agnès背經典的開金外套 除了當外套 扣子扣上也可以當作上衣 這件的話我會選擇 只扣大概中間的兩三顆扣子 全扣的話可能會看起來比較呆板 如果這樣扣的話上面可以露出內搭 下身的比例也會看起來比較好 我覺得這套也很適合搭個紅色小包作為亮點 這個小相機包是我去年在UNIQLO買的 整體的配色也非常的經典好看 還有一個變化的穿法 就是把裡面的背心反折 可以塞進內衣下把裡面固定 變成短板運動內衣的感覺 比例又變得更好 也更活潑的感覺 不過如果你是喜歡短板背心的 我也很推薦GU另一款 運動短板坦克背心 這件就有附BRA 而且是運動內衣 所以支撐感很好 我有試穿過覺得穿起來超舒服的 但我還是沒有很把握露肚子 而且不喜歡肚子涼涼的感覺 所以最後還是放棄它了 這一套我很喜歡扣子這樣扣的搭配 很有高級感吧 但事實上全身單品都超平價的 是一個CP值很高的搭配 再來下一件女裝條紋挖控T-shirt 穿的是S號白色 現在是特價590 這件我當初看到就覺得必買 除了我本身就超愛條紋上衣 重點是這個袖挖洞超級時髦 我就是超愛各種挖控還有斷袖的設計 它可以讓普通的單品瞬間變得特別 這件挖洞的地方是在正面的尖線這邊 不會太過曝露 反而有種別出新材的感覺 S號穿起來也還蠻寬鬆的 衣擺滿長可以蓋到屁股 側面也有做開叉的設計 領口是條紋上衣經典的船領設計 領口部分比較寬 可以露出一點鎖骨的線條 材質部分是採用乾爽的棉質 穿起來不悶熱 我身上穿的顏色是白底黑條紋 另外還有白底橘條跟黑底白條 我覺得橘條紋的也很可愛 感覺很有元氣 如果喜歡變化可以選擇這個顏色 搭配我最愛的配件 粗框的波士頓眼鏡 和卡其色西裝褲 有一點紋青的感覺 穿著的感覺也很舒服 非常喜歡 總之就是保有條紋上衣的經典簡約 卻有一點小心機的擺搭上衣 搭裙裝或牛仔褲也都很適合 進入下一件 繼續Y2K的元素 這件是女裝工作輕便褲 白色S號790元 這件是採用摸起來會刷刷的那種防水面料 褲腳的部分是有調整扣的鬆緊帶 這件穿起來的感覺就是很輕薄很舒適 褲腳的寬鬆度和長度對我來說也很剛好 影片裡面搭配條紋上衣也意外的蠻合適的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白色的褲子真的很容易弄髒 但它裡面有做一個小小的內襯 所以其實穿起來是不會透的 其實這種工裝褲的搭配不用局限在街頭感的穿搭 這幾年也是日系流行的大人感單品 可以拿來搭配西裝外套等等 我搭的這件是女裝寬版西裝背心 我穿灰色L號 這件我覺得我稍微有一點拿大了 因為我本來想說西裝穿寬鬆會比較好看 但它其實本身就是寬鬆版型 是做肩寬較長的落肩版型 下擺則是做長版以及圓弧造型 工裝褲配西裝單品有種隨性的大人感 背心的顏色我是毫不榮豫的選了這個灰 它有帶一點藍調我覺得很清爽好看 之後天氣變熱內搭也可以改成短袖 非常的好做搭配 下一套示範背心配工作褲的感覺 這一套如果你是辣妹的話就可以直接穿出門了 也可以搭配剛剛的開襟外套 這次把下擺紮進褲子這樣搭也很好看 上身變成短板更顯腿長 配色也非常清爽適合夏天 打開上面幾顆釦子再把衣服往後拉一點 露出裡面的背心也會更有層次感 給大家近看一下臨口的細節 大家如果手邊沒有這樣的外套 外面換成襯衫搭配也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稍微露出肩膀更顯瘦的感覺 這一套也是一個大人感穿搭 有一點運動風穿起來也非常舒服自在 整體不會太浮誇花俏 但仔細看還是會有很多的小細節 以上就是這次的GU新品分享 都是我精挑細選覺得一定要好搭配才會購入的品項 也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